You're gonna be internet famous We're gonna be rich I am monetizing parenthood 大家好,我是雨哥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高风冷门美剧 紧急呼救911 这天超级妈妈贝斯 为儿子小森举办了一场12岁生日派对 小森却并不开心 因为他觉得这场派对不过是妈妈 在为博客创作积累素材 讨金主和粉丝们开心而作秀 自己也早不玩那些幼稚游戏了 妈妈让小森玩钉驴尾巴游戏 小森没有理睬 与朋友在一旁玩起了蹦床 贝斯也不理他 一边直播一边照顾小朋友玩钉驴尾巴游戏 当贝斯蒙上眼睛 孩子们全跑光了 这时蹦床已经承压过重 两根弹簧突然脱钩了出 飞出去将贝斯盯在了墙上 小森急忙拨打了脚要热线 我妈被盯在驴身上了 又把救援队赶到现场 发现贝斯的手掌和腰部 以为弹簧贯穿 生命铁针正常 说明弹簧并没扎到肺部 但离解筑应该只有几毫米 为安全起见 队长决定连人带驴一起送往医院 因为等不及宽着的戳斗 贝斯与驴索性趴在了消防车车底 贝斯决心找份正经工作 儿子小森却让他别放弃播客 这时才发现 贝斯的手机一直在直播 这次一败是播放量一路飙升 贝斯兴奋的说 我要付了 我可真是当妈都能赚钱 清晨 小亨一家恋恋不舍送走了女儿尼亚 凯伦说收养尼亚的时候 他们从没想过有一天又把尼亚送回去 也没想过会如此难过 社工说他明白 很多人都觉得太难过了 再也没收养过孩子 小亨清后 坚冲不会再领养其他孩子了 赔偿家结束 老齐一回到消防局 便迫不及待给伙伴们收出了女儿的照片 小帅担心老齐忙不过来 提议让小李搬来他家养病 老齐却说 弟弟需要24小时看护 他和妈爷的排班正好错开 保证有一个人在家 大家怕小亨看到宝宝的照片出景生穷 见他过来急忙转移话题 小亨却拿来蛋糕为老齐庆祝 并着急要求看看宝宝的照片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傍晚一小伙熟练的爬上一户人家的花架 可刚爬到顶端 花架却倒了 小伙静止摔落在地 他力气拨打了911 他的声音很小 且不愿透露姓名 与此同时 乔治也接到一通电话 来电人称 家中闯住了一个窃贼 队员们赶到现场 发现窃贼其实是报警老人的儿子 小伙摔得很严重 右腿经过肥股处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不排除有解住损伤的可能 见此情形 小伙妈妈与丈夫吵了起来 丈夫要求女警逮捕自己的儿子 队长就提醒女警 应该先检查一下花架 原来小伙父亲发现 不争气的儿子这几个星期 总是偷偷溜回家 故意剪断花架 想给儿子一个教训 最后女警将小伙父亲送上了警车 母亲答应要照顾好儿子 并将丈夫轰出了家 女警感叹 这家的儿子估计一辈子也长不大了 老妻到家 麦迪就将宝宝塞进她怀里 通通感觉呼叫中心上班 同事们为麦迪开了热闹的欢迎派对 让她有需要尽管大胆求助 不要逞强 别说麦迪了 雨哥我都感觉 这个大家庭无比温暖 老妻一个人在家带娃 还要照顾弟弟 忙得四脚抽筋 这时李姨扣响了房门 李姨问老妻和麦迪 是否忙得过来 老妻说 他们可以应付得来 因为不想错过女儿的一分一秒 所以不想把女儿丢给陌生人 李姨听后 迅速将宝宝还给老妻 带小李姨出去做理疗了 老妻知道自己也说错了话 李姨恐怕误会了自己 小亨抱着妮娅的玩具黯然神声 觉得一年后 妮娅肯定不记得自己了 老妈安慰道 她可能不会有具体的记忆 但她会记得你给她的爱 并且带着这份爱 一直生活下去 听吧 小亨哭着扑进了老妈的怀里 女警都知 美美与曾经霸凌过她的莱拉脸 非常生气 美美说 莱拉已经变了 自己也变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朋友 因为上次你跟她做朋友时 你差点自杀 老妻和小亨来到艾伦家 因为艾伦抱脚说 有人刻摇过量 艾伦女儿很诧异 随即冲进抹前的卧室 艾伦说 自己得了癌症就要死了 刚刚服用了一些药品 可以加速她的死亡进程 小亨问她用了什么药 艾伦却不肯说 艾伦的情况很危险 老妻准备为她注射纳洛铜 艾伦却说 自己也签了拒绝抢救单 女儿抢救队员一定救救妈妈 艾伦却说 你救不了我 只是在拖延时间 我抱脚是不想你一个人面对我的离去 女儿哭了 我不在乎 你是不是生病了 我只想跟你待在一起 想尽可能多陪陪你 艾伦哭着抓住了女儿的手 为照顾我 你放弃了所有的生活 现在是我回报你的时候了 我不是离开了你 只是改了你自由 当你有了孩子后就会明白了 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就这样 艾伦回忆着与女儿一起的点点滴滴 在怀疑中安然闭上了双眼 面对抹尽的突然离世 女儿感到不知所作 小亨温柔的说 把她记在心里 然后继续你的生活 女警给妹妹打电话 妹妹却一直不肯接听 女警说 这姐没办法原谅莱拉 她不明白女儿 没什么想和莱拉扯上关系 队长说 你不必非得喜欢妹妹的决定 但这是她做的决定 你应该信任她 女警痛心的说 这就是我上次犯的错 我相信她会没事 结果差点失去她 我知道她现在会恨我 但我更担心的是 我会再次忽略她 凯伦在家中来回躲步 她请瑟加侦探找到了尼亚的生母 小亨吓了一跳 凯伦解释道 我必须确定尼亚没事 据调查 尼亚的生母是护工 也是个单亲妈妈 当时被家人赶出来 与尼亚住在车里 有人看到了 找来了儿童服务机构 这条街上还有一家日托所 她中午会和尼亚一起吃饭 日日如此 听后 小亨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踏实了 她问凯伦 是否还想继续收留孩子 尼亚和艾特的母亲在一起 是我们给了他们母女俩第二次机会 我为我们骄傲 小亨握住了凯伦的手 每经历一次 我们都会心痛一次 但我们能接受 美美向老爸大吐苦水 迈卡告诉她 你妈妈只是想保护好你 那天她找到你时 你都没有气息了 她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你 因为那些药是她的 你一直觉得她刀枪不入 其实不是的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她找到你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美美在呼叫中心 偷偷调出了她四年前出事 什么母亲的报警录音 电话中 一向津津的妈妈 显得十分恐慌与无助 将一切错误归交到自己头上 在电话中哭着 祈求美美别离开自己 后悔之前 没能一直陪在她身边 美美感动的哭了 终于理解了母亲 麦迪回到家 发现老齐竟然站着睡着了 麦迪说 昨天上厕所时 她抱着孩子也睡着了 看来他们确实需要有人帮忙 老齐找到李懿 让弟弟暂时住在李懿家 李懿很高兴 并说如果哪天 老齐与麦迪想休息一般 她也可以帮忙带孩子 老齐把女儿放进李懿怀中 感激的说 你在我妈去世后 一直照顾我们 就像我妈妈一样 我却从没说过谢谢你 我们是一家人 这都是我该做的 下班后 美美直接扑进了妈妈怀里 哭着说 对不起 和你经历了这些痛苦 而我母女俩紧紧相拥 为人父母需要慢慢放手 要努力把孩子 看成一个独立的个体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 女儿睡着了 老齐想和麦迪一起看部电影 但没一会儿 两人便看着女儿的视频睡着了 有时 我们总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忘了自己的需求 若你是个称职的父母 你会发现 是孩子教坏了你人生的课程 而不是你教坏了他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就长按点赞 并转发一下支持宇哥吧 这样有催更效果哟